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怖音云 法国斯特拉斯堡枪击案枪手仍然在逃 警方展开大搜捕 再看 惊险过关 特雷莎梅通过不信任投票 留任首相英国脱欧继续推进 而斗气大战又起波澜 美国呼吁欧洲叫停北溪二天然气项目 俄罗斯不满反击回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 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和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是促进高质量发展 反对复杂形式的重要举措 特别是建立权威第三方评价体系 对打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 2018发布仪式 这也是首份由国家级媒体发布的 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具有独立和第三方编制 以及权威性特点 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显示 中国的营商环境 跃居世界的第46倍 比去年提升了32倍 成为了改善营商环境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营商环境对企业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编撰的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2018》 将中国的城市通过七个维度 进行了一个评估 将总排名和分项排名的十个城市 纳入了榜单 为企业和城市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发布会上公布了2018年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综合排名 前十位城市榜单 依次是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重庆 成都 天津 杭州 南京 西安 还公布了七个评价维度 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榜单 评价结果显示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四座一线城市 营商环境总体水平居前 在综合排行榜中分别占据前四位 在七个分维度评价榜单中 北京 上海 广州 各有六项评价进入前十 深圳有五项评价进入前十 具体来看 在优良营商环境打造上 其他城市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展现特色 基础设施评价 广州 海口 深圳 居前 人力资源评价 南京进入三甲 金融服务评价 上海 北京优势突出 政务环境评价 西安进入前五 法治环境评价 长沙 济南表现突出 创新环境评价 地处西南的重庆 成都 异军突起 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 社会环境评价 北京显著领先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 已处于全面升级阶段 较大幅度领先其他城市 而此次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 2018当中呈现的中国营商新趋势和经济发展走向 是否能够和国际主流媒体及调研机构 看中国营商环境的趋势互为印证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 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在新加坡带来的树立 那么如果细读这份 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 可以发现其中的最新排名的趋势 和国际主流调研机构的观察结果 是不谋而合 那么其中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中 把上海和北京作为了中国大陆的样本城市 上海权重为55% 而北京为45% 而这显示出这两大城市 在全球营商环境评价中 取得的显著进步 那么另外一个互相印证的趋势是 除了中国的直辖市之外 越来越多的省会城市的营商环境提升 也在被国际所关注 而从整体城市归类上来看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全球都市观察中 就认为中国五类不同城市 正在驱动着全国经济的增长 那么第一类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巨型城市和经济巨头 第二类是支柱型城市 包括14个总生产值达到2000亿美元的都市圈 包括9个省机直辖市和省会 以及5个拥有全世界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的沿海城市 而第三类是6个位于东北的城市区域 代表着中国的煤炭业和钢铁工业等重工业 那么第四类是服务业 占经济生产总值大于工业的服务业城市 而第五类是工业占经济生产总值大于服务业的工业城市 那么布鲁金斯学会就认为说 巨型城市和14个支柱型城市的经济表现良好 其中的服务业城市表现要好于工业城市 那么最后我还想提到一个契合的亮点 是国际和国内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中发展的看好 而在普华永道的2018年机遇之城报告当中 同样将广州列为在区域重要性和经济影响力的维度上 超越深圳的典范城市 而可以预见这份2018年中国城市营生环境报告 或许将成为国际投资的参考之一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 法国斯特拉斯堡枪击事件 发生在当地时间11号晚间的这起事件 已经被确认为恐怖袭击 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再逃嫌犯 事件发生后 当地警方出动大量警力全力搜捕枪手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封闭了主要道路 加强了边境管控措施 防止枪手逃窜到邻国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 迅速前往斯特拉斯堡 并宣布提升安全警戒级别 据悉 枪手为一名29岁男子 曾因偷盗 暴力等行为 在法国 德国 瑞士 共被判刑27次 他与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发生交火并受了伤 据媒体报道 受伤后枪手跳上了一辆出租车逃离了现场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斯特拉斯堡枪劫案的案发现场 这里距离著名的圣诞市场仅有几步直遥 事发后虽然警方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并疏散了人群 但由于嫌犯仍然在逃 整个斯特拉斯堡城区的秩序仍未恢复正常 事件发生后 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增派了安保人员巡逻 不过很多当地民众认为 这样的巡逻力量是不够的 我们只需要安全地 但是这不足够 我想知道警察有更多安全地 但是没有任何 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每年吸引200万游客 12号当天集市全部关闭 附近官方建筑下半期致哀 斯特拉斯堡市所有对公众开放的演出节目全部取消 还有不少市民自发来到事发现场 用鲜花与蜡烛纪念逝去的生命 近年来恐怖袭击的阴霾在法国挥之不去 据法国媒体今年11月初披露 法国政府今年已挫败6起恐袭企图 再来看到英国执政党保守党 于当地时间12号对首相特雷沙梅 举行不信任投票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 投票统计结果公布 全部317张投票当中 特雷沙梅获得200张支持选票 赢得本次不信任投票 留任保守党领袖以及英国首相 总统计划 的選項這晚的選項是 充滿立法會有信心 對 有信心在Theresa May 當主席充滿立法會 選項數的選項 在充滿立法會有信心 是200 對 對 是117 根據規定 英國首相特雷沙梅 在本次黨內不信任投票中過關後 未來12個月時間裡 黨內成員不得再發起 對她的不信任投票 當天晚些時候 特雷沙梅就贏得黨內信任 發表首相聲明 並承諾將實現英國脫歐 我們現在要進行工作 為英國人送給這個國家 以及為這個國家更好的未來 對於英國脫歐協議 和英國政府目前在議會遭遇的困境 歐盟方面表示密切關注 並願意提供幫助 一名歐盟官員12號透露 歐盟官員12號透露 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很可能會在13號 即將開幕的歐盟峰會上 向英國首相特雷沙梅提供擔保 前提是這些擔保 與現有的英國脫歐協議內容 沒有衝突 來幫助這一協議 在英國議會獲得通過 外匯市場方面 英鎊對美元匯率 受到本次不信任投票事件影響 在一天時間的交易中 出現大幅波動 在保守黨發起不信任投票後 英鎊對美元匯率 曾出現短線跳水的情況 之後隨著更多議員 公開表示支持特雷沙梅 英鎊對美元匯率開始回升 至投票結果公布時 匯率觸及一英鎊 兌換1.27美元的高點 截至北京時間 今天早上6點30分 匯率回落到一英鎊 兌換1.2644美元的水平 日內漲幅回落至0.9% 而根據俄羅斯媒體12號的報導 美國的眾議院 本週二通過一項決議 呼籲歐洲國家放棄建設 北溪二天然氣管道項目 並且支持對該項目進行制裁 當天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 佩斯科夫表示 這是美方采取的 不正當競爭手段 是不可接受的 俄羅斯媒體報導 美國眾議院日前一致通過 反對北溪二項目的決議 決議呼籲總統特朗普通過多樣化 和減少對俄羅斯供應的依賴 來支持歐洲的能源安全 並支持在北溪二項目問題上 實施制裁 美國務院方面近期也重申 美方認為 北溪二項目會威脅歐洲安全 因此呼籲有關各方從中退出 對此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 佩斯科夫表示 北溪二項目不僅符合 公其方俄羅斯的利益 也符合消費國 尤其是歐盟成員國德國的利益 佩斯科夫強調 北溪二項目有許多競爭優勢 美國試圖阻止該項目落實的種種做法 都是對其不正當競爭的掩飾 北溪二項目旨在鋪設一條 由俄羅斯經波羅的海海底到德國的天然氣管道 將俄羅斯天然氣輸送到德國 再經由德國幹線管道送往其他歐洲國家 項目計劃2019年建成 俄方預計屆時每年可向德國輸氣550億立方米 滿足歐洲10%的天然氣需求 數據顯示 德國進口天然氣中的50%到75%來自俄羅斯 俄羅斯希望憑藉能源合作這一特殊紐帶 改善和發展同歐洲國家的關係 進而獲得更多外交利益 另一方面 這個項目遭到了烏克蘭和波蘭的反對 兩國擔心俄羅斯將減少或停止經過兩國 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給兩國帶來經濟和地緣政治方面的損失 此外 歐盟方面也指出 北溪二項目會影響歐洲實現能源進口多元化戰略 而美國方面則一再公開表態反對北溪二項目 一來是試圖為美國能源在歐洲擴大銷路 二來是把天然氣當作地緣戰略武器 以遏制俄羅斯在歐洲的影響力 算來關注今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從主辦國波蘭到很多發展中國家 當前都面臨著嚴峻的能源轉型問題 如何減少煤炭 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量 而對於中國的傳統能源行業來說 又將會如何轉型呢 我們來看一下記者的報導 我現在是在卡托維茨氣候變化大會的現場 每天都有數百場的政府間的討論 和這樣的編會正在舉行 那麼除了正常的國家之間的談判之外 另一條主線就是關於行業的應對氣候變化 其中就包括了能源等重點領域 其實每個行業怎麼樣落實 這是特別重要的 這實際上才是它的國家自主貢獻的核心所在 一個產業 一個行業到底能做到多好 實際上它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 你這國家的自主貢獻的力度 記者了解到 中國正在加大天然氣的使用量 年消費量已經超過2300億立方米 據測算 1000億立方米天然氣燃燒值 接近於1億噸石油 相當於替代國內1.33億噸煤炭 也相當於減排二氧化碳1.42億噸 除此之外 中國還將發展地熱 氢能等清潔能源 要2加1加N的方案 所謂2就是低熱能和生物質能 第二個方面1就是要清能 就打造全的清潔能的產業量 目前已經完成了10個地熱層的建設 下一步還有10個要建設層 除了低熱之外 我們在油品升級上 這個步伐也是非常快的 2019年元月1號 要在全國保證供應 國六標準的氣燃油 12月12號是日本的漢字日 今年日本的年度漢字 也在這一天公佈 在超過19萬張投票當中 災害的災字獲得2萬多張 選票而當選 20多年來 日本每年都會根據社會事態民情 來選出當年的年度漢字 今年日本不斷遭遇各種自然災害 日本媒體分析說 災字的當選體現了自然災害頻發 也體現人們因為面對自然災害 而提高防災意識 同時意識到自助和互助的重要性 實際上每年的年度漢字 都反映了一年來 日本人最關注的事件 而由於漢字疑字多益的特點 當選的漢字往往內涵豐富 比如獲得年度漢字次數最多的 金這個字 在2000年 2012和2016年三次當選 三次看上去都和奧運會相關 但也和當年的 要麼是現金醜聞 要麼是老百姓的錢袋子有關 從1995年開始 日本漢字協會每年在全國範圍內 向國民徵集一個漢字 體現這一年的事態和人們的感受 民眾可以在圖書館書店 和一些公共設施的投票箱裡投票 還可以進行網上投票 在今年2月就職業辭職 在9月就在新的地方上退職 所以就在這個地方上退職 來年也就是新規一転 所以就在新的職業上 再次挑戰新的職業上 正被焚毀 成為加州歷史上 損失最為嚴重的一起山火 最近央視記者 再次探訪了馬里布 我們來瞭解一下 現在那裡的情況 我現在是在南加州 著名的旅遊城市 馬里布的海灘上 那麼馬里布 是這次南北加州山火 受災最為嚴重的區域之一 這次南北加州發生山火之後 沒過多久 就持續多日的降雨 形成了不少的泥石流 大家順著鏡頭看 馬里布的海灘上 近海的部分海水 因為泥石流都已經變成黃色了 而我現在所處的位置 剛好是一個寒洞 這個寒洞就是 從山裡流出來的水 裹挟著泥沙 從這裡流入大海 大家再順著鏡頭 往公路對面看 公路對面的山區 都是被山火焚燒過的區域 如果未來會有更多的降雨的話 泥石流將會是威脅當地居民的 另外一個大的災害 就在記者重新探訪 馬里布的這一天 馬里布發生了多起小型的泥石流 其中一起造成太平洋沿線的 高速公路被沖毀 至少有一輛車輛陷入泥石流 救援人員關閉了道路 進行緊急處理 這家餐廳的經理馬克告訴記者 即使泥石流來襲 他也不准備停業 因為在這次山火中 他的餐廳已經停業了16天 是開店以來停業最長的一次 這裡是馬里布的一處居民住宅 在11月的山火中 這個院子裡的三棟房屋 都以化為灰燼 這次記者再次探訪 正趕上房屋的主人梅塞拉 在查看自己曾經的家 我認為我們這裡有700-800千 在加州因為火災發生頻繁 火災險是強制性的 一旦所買的房屋 在火災中受損或被毀 保險公司將根據實際損失 做出賠償 這些賠償包括房屋重建的費用 以及在房屋重建期間 居民的住宿花費等安置費用 說起這次火災 最讓梅塞拉不滿的是 當地相關政府部門救災時的表現 我們試試得幫助 我們沒有幫助 然後市民把水清洗了 他們給了一些愚蠢的原因 為何他們把水清洗了 但是我兒子在想救什麼 他從營業部門救援 他們不會來幫助 投資消費戶為機會 看看有什麼樣的財富新角度 先看 瞞天過海冒充跨境電商 廣州特大奶粉走私案告破 案值1.38億 坦誠相見 分享快樂 芬蘭傳統桑拿在流行 77年來 為了滿足國內居民品質化 多元化的消費需求 我國開始實行 跨境電商的貿易方式 但是僅限於消費者個人自用 由於和一般的貿易相比 跨境電商有著較大的稅收優惠 一些不法分子就開始打起了 偽報貿易方式的主意 比如說對於進口奶粉而言 企業按照一般的貿易大批量進口 要徵收的綜合稅率為24.3% 而消費者個人通過 跨境電商平台購買奶粉 則僅需要繳納11.9%的個人行遊稅 近日廣州海關就查獲了一起 採用跨境電商方式 搜私奶粉的特大案件 今年以來 廣州海關12360熱線頻頻接到 各地消費者這樣的投訴電話 在中國海關公共服務平台上的 通關的數據 我發現我的身份證被人冒用 報了好幾次官了已經 這引起了廣州海關機司部門的重視 機司人員調查發現 廣東天某供應鏈公司 為賺取高額利潤 與具有跨境電商經營資格的 廣州市惠某風貿易公司合謀 前者在境外攬貨 後者負責支付和報關 正是他們在不停 盜刷消費者的跨境購額度 該走私團夥自2017年至2018年初 把本應以一般貿易方式 申報進口的奶粉 通過盜刷消費者額度 採取跨境電商的方式走私進境 今年5月15號 廣州海關機司部門出動多個小組 開展統一抓捕行動 共抓獲犯罪嫌疑人9名 現場查扣涉案奶粉6000餘罐 經查證該案案值高達 1.38億元人民幣 一方面天某公司通過國內的電商平台 銷售奶粉時 就在收集消費者的身份信息 另一方面 他還積極地尋找各地的線下銷售商 廣東天某公司通過這樣的方式 收集到大量消費者身份信息之後 提供給一家服務公司 在自己的電商平台下訂單 再通過網絡公司進行支付 快遞公司進行系統對接 獲取虛假快遞單 將偽造的訂單 支付單 和快遞單信息推送給海關 以實際價格的70%左右 以跨境電商貿易方式低報進口 律師邱寶昌告訴記者 《五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的相關規定 公民的個人信息安全權 姓名稱權 以及依法享有的 跨境電商消費額度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 消費者可以向行政部門進行投訴 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 要求侵權商家對盜用的額度進行賠償 隨著聖誕和新年假期將近 在芬蘭的公共桑拿又開始流行起來 甚至在聖誕集市中 也能看到桑拿獄的身影 桑拿是芬蘭迎接聖誕節的一種傳統方式 前些年 芬蘭人從公共桑拿回歸家庭 自己在家做桑拿 但最近公共桑拿又開始重新流行起來 因為人們發現公共桑拿的蒸汽設備更好 感覺更加舒適 並且在蒸桑拿的同時還能進行社交活動 聖誕集市的組織者稱 公共桑拿比以前更受歡迎了 這代表了新舊傳統的融合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也愛上了公共桑拿 此外 很多芬蘭人認為 公共桑拿是做生意的好地方 在這裡沒有西裝革履 每個人都是他自己 在做桑拿的時候很容易討價還價 這是瘋狂的 在聖誕市場上 在聖誕市場上 在聖誕市場上也在桑拿 在桑拿市場上 很瘋狂的 芬蘭人口大約在550萬左右 而按照芬蘭桑拿協會統計 全芬蘭的桑拿房有200萬個 無論是城市公寓 還是鄉村小屋 或者舊電話亭和帳篷 都能成為桑拿房 甚至有一種說法 在芬蘭生命中有三件事是不可避免的 出生 世事和桑拿 據芬蘭桑拿協會的說法 桑拿來自一個古老的芬蘭語單詞 亦為浴室 這也是在國際被廣泛使用的 唯一一個芬蘭語單詞 根據芬蘭人的說法 要想抓住小精靈的心 就要先抓住他的胃 去爭桑拿時一定要記得 在桑拿房角落上放一碗 小精靈最愛的州 好的 我們來關注一下 正在奔月之路上的嫦娥4號探測器 昨天 嫦娥4號在太空中 踩了一腳漂亮的剎車 北京時間昨天下午16點45分 嫦娥4號探測器 經過110小時奔月飛行 到達月球附近 成功實施近月制動 被月球捕獲 順利進入近月點約 100公里的環月軌道 後續嫦娥4號探測器 還將在環月橢圓軌道 運行一段時間 開展與中繼星的 中繼鏈路載軌測試 和導航敏感器載軌測試 確保探測器最終能進入 預定的著陸區 擇機實施月球背面軟著陸 近月制動 是月球探測器飛行過程中 一次關鍵的軌道控制 據嫦娥4號探測器的 總設計師孫泽舟介紹 嫦娥4號探測器 要著陸到月球上 首先需要變成一顆月球的衛星 這就需要探測器 在接近月球時及時減速 讓它被月球的引力捕獲 這個過程呢 就是一個短暫唯一的 減大了我們就可能 就撞到月球上 如果減小了或者沒減 那可能它就飛離月球 對於系統的這種可靠性 對於這種要求 就是非常高了 而本年度最後一個觀賞 絕佳天象的機會 就是將會出現在 本週五晚的 雙子座流星雨 屆時的每小時的流星數量 預計會有120顆左右 雙子座流星雨和象限移座流星雨 應先座流星雨 並稱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 每年雙子座流星雨的活躍期 都是在12月4日至17日期間 今年的雙子座流星雨 極大流量值會出現在 14日晚20點 屆時 每小時的天頂峰值流星數量 預計有120顆左右 這次雙子座流星雨 比較適合在我國觀測 從14日晚到15日凌晨天亮前 都是觀測的好時機 稍有遺憾的是 14日晚的月光 對前半夜的觀測 會有一定的影響 但15日凌晨 流星雨的輻射點會升高 屆時將有利於人們 觀賞流星 雙子座流星雨 持續時間長 流星體的速度較慢 顏色偏白 量流星多 且常有火流星出現 雙子座流星群 在19世紀中葉出現 起初它的流星數量還比較少 每小時只有10到20顆 之後它的流量開始慢慢增加 如今已成為 每年流量較大的流星雨之一 觀測流星雨用肉眼即可 除了要有好天氣外 人們還要選擇燈光影響小的地方 觀測地點最好是四周開闊 沒有高山或建築物遮擋的空地 冬季觀測流星雨 人們還要做好保暖措施 再來看一下 正在財經頻道熱播的大型電視紀錄片 我們一起走過致敬改革開放40周年 展現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 歷史性成就和變革 許多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 也非常關注 其中就包括智利駐華商務參賽 貝安芝 來自智利的貝安芝 在中國生活了11年 親眼見證了中國近些年的變化 拍得非常不錯 其實80年代是非常困難 找到進口產品 90年代你稍微有一些超市 已經開始進口 現在中國老百姓世界最好的產品 都可以幾乎在這個市場找到 還很新鮮 貝安芝特別提到 在我們一起走過紀錄片中播出的 智利商家從遙遠的南美洲 帶著新鮮三文魚 到中國進博會參展的細節 是個小段 可是我覺得你們選的這個產品 三文魚是一個非常代表智利的產品 智利特別遠 離世界主要市場是非常遠的地方 離中國是19,000公里 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年80%是出口 新鮮三文魚到中國市場 不是冷凍了 貝安芝還介紹說 如今智利已連續兩年超過泰國 成為中國水果第一大供應國 而這也得益於與中國電商平台的合作 最近匈牙利一所大學的行為研究學者 通過測試發現 家貓在與人互動時 可以讀懂人類的眼神 從而做出某種行為 看了下面這則新聞 您可以拿自家的貓做一個測試 匈牙利的研究人員 對41隻家貓進行了測試 測試中 牠們使用兩個碗 一個碗裡有食物 一個碗沒有 小貓需要根據研究人員的眼神 來判斷食物在哪個碗裡 牠們學會隨便 那些人在看上去 它可以很重要 研究結果顯示 貓非常善於捕捉人的眼神 可以非常準確地判斷出 食物在哪個碗裡 在所有測試中 小貓判斷食物的準確率達70% 即使我們做一個維持的眼神 當我們從目標的眼睛 或者我們做一個瞬間的眼睛 當我們只看著目標 然後回到貓 貓是很好的在追蹤 所以他們會追蹤人的眼睛 超過機會的程度 在之前的類似測試中 貓會把人類手臂的指向作為信號 這次是第一次測試 貓對人類眼神的反應 而眼神是一種更為複雜的信號 近日西班牙滑翔愛好者奧伯特 乘滑翔散飛到大約136.5米高的 金字塔頂 在離金字塔幾英寸的距離 以鳥看的視角拍攝 落日下的古建築 令人嘆為觀止 視頻顯示 奧伯特在埃及城市上空滑行 來回穿梭於三座金字塔之間 兩側散翼在金字塔上來回擺動 展示了古代實質建築的驚人傑作 日前在沙特拉伯的一條偏僻的公路上 一位賽車手駕駛一級方程式賽車 與獵鷹競速 戰況如何呢 節目的最後我們一起去